大家辛苦了 尤其我们领域局长是 大家非常关切的 公宅议题 独庚议题 这东西楼柱 那我今天有半个小时时间 跟两位探讨几个议题 那特别要把新舞台保存 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文化议题 但事实上它在用文资手段 或者是都市计划的手段 其实都不可切割 事实上它是应该有一套 完整的双重保护的机制 特别借用公务部门质询 来跟林舟民局长探讨 是因为这段时间 您俨然也成为 台湾真文化的代言人 我给您肯定 也给您喝彩 我希望您继续坚持下去 但是在新舞台保存的 这件事情上 我观察 其实不是这一年 这半年你们上路 就是你们上任以来 林局长我观察 我处理 我关切新舞台 其实非常多年 李立珠局长非常清楚 所以 科批上路 科批新政 我认为新舞台保存这件事情 是虚晃一招还是招招扎扎实 林局长 我认为这当中充满非常多的套招 很抱歉 这是我的观察 也是我的质疑 下一页 新舞台的历史 我今天要从文化的角度来切入 现在大家来看新舞台可能就把它focus在信义计划区A7这个揭阔 它是一个不到二十年的建筑物 一九九七年完工 大家单纯的把它当作是一个十七年的建物在看 但是我要从文化保存的历史脉络来爬梳这件事情 林局长您听好 新舞台 它其实最早的历史根源 是一九零九年 日本人在日治时期 一位日本建筑师荒景泰智 他所设计的 非常特别的是 他没有采用日式的建筑风格 他选择了这种中国俏尾式 他选择了闽南在地风格 来剥划规划这个所谓淡水系管 到一九一五年 由孤家孤显荣先生买下 整修 然后正式给了他一个台湾新舞台的名字 我想李副局长你一直在点头 就文化的部分您非常清楚这个历史脉络 所以也就是说我认为我们在看新舞台 这个issue不能指引它是一个十八岁的建筑物来看它 事实上它有非常珍贵的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 所以我们要保存它 这个系码让纸风车在台湾开始奠定他的票房基础 红遍全台湾 更不用说林怀明先生就在松寿大楼这个新舞台里头 推出了他的新舞风一系列的创作 这些都是无形的文化资产 所以林局长 我们不应该以一个十八年的建筑物来看待它 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跟您讲这个历史脉络 所以我认为它是不折不扣的一个文化议题 它不只是一个接过开发的议题而已 两位同意吗 林局长 真文化的代言人 你同意吗 好 下一页 过去从中央到地方 龙应台当文化部长也好 他也说 新舞台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财 但是我不同意龙应台当初所说的 他一直在强调私有产权很重要 我认为他蔑视了公共利益 所以我曾经多次的公开批判龙应台的说法 马一九总统也以总统之资 他也期待 大家一起由台北市政府跟中央政府来努力留下新舞台 这是中央政府的发言下业 好 龙兵时代 刘维公是我多年的战友 我们一起捍卫新舞台的保存 他非常清楚的定调 新舞台并非单纯的民间企业买卖 而是严肃的公共议题 林清荣副市长的角色非常可异 希望能在满足各方需求下 尽速重新点亮新兴舞台 但是也盼望中信金能够撤销对台北市政府的夙愿 化干戈为玉博 我稍后可以更详细的论述 林清荣副市长的很多对于新舞台的处理 处处替中信金解套 处处为财团护航 柯万哲市长很遗憾 他之前对新舞台没有研究 在前阵子文资委员撤销了新舞台的文资身份之后 柯P才说 啊 委员会我不介入 而且都是前朝留下来的 好一个 把责任推托给前朝 然后柯文哲这几天 又宣告了中信兄弟棒球队可能重回台北 但是他强调跟新舞台没有交换 谁相信 至少无私要不相信 下一页 霓崇华局长 李副局长你回去传达 我认为他也软趴趴 当媒体出来批判 文资审议被宿愿会打了一个巴掌之后 他才赶快说 OK 我们会尽速来召开文资委员 其实我同意 用文资手段 来认定新舞台 这件事情见仁见智 我非常同意 我也尊重专家看法 但是你们站在文化的本位 我认为霓崇华太软 而真文化的代言人 林忠明局长 我一直期待 你在为新舞台的事情发言 我也非常期待 您在您的脸书上写一篇 你对于新舞台保存的看法 可是我现在等不到 所以我先问你 你的看法是什么 大约在两年半前 你要跟我讲两年半前 对对对 大概在两年半前 我还在业界的时候 当这个地方被指定为 文化地景的时候 文化警官 文化警官的时候 国议会师董事长 有请他的执警长 来问我的看法 我当天的看法 跟今天的看法是一样的 林忠明建筑师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 新舞台是一个很重要的 台北人的共同资产 这个资产是一个抽象的资产 但是如果要开发的时候 我了解从开发的角度 开发者会希望新舞台不存在 这个是我可以了解的 那我当场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纽约 Columbus Circle Time Warner Building 然后那个林肯中心 借由市府得到了回馈 那变成纽约最棒的Jazz Center 然后它其实是在空中 它没有在地上 所以我当时是说 我觉得新舞台要存在 当时我不了解的整个背景 但是如果在开发者的角度来讲 希望那个房子要移开 才能够好好开发的时候 我觉得两营之下 就是新舞台要存在 不见得要在现在这个地方 可以在天上 但是是原基地 原街阔 对 我到现在 这个是林周明建筑师 两年多前的看法 现在林周明 我今天的看法也一样 一致 是的 好 我觉得蛮失望的 蛮失望的 林建筑师林局长 我很失望 您贵为真文化的代言人 我非常失望 因为您刚刚动辄提及 开发的角度 开发者的利益 我同意可以两全 但是 为什么不能往公共利益 多偏一些 为什么不能往公共的文化财 多设想一点 我再跟你论述 下一页 这份文件您看过吗 这张我没有看过 可是对于我加入市府以后 你怎么可以没看过这张呢 这一张是我找了几年 从好龙斌时期找到柯文哲市场时期 唯一一张文件 能够来作为中信金 必须履行他的承诺 这是唯一一个有效力的文件 这个文件 就是当初1989年的都市审议委员会 由开发商开发业主中信金的 设计师提出来的 这是到现在唯一一个 勉强称得上白纸黑字 是框注中信金的一份文件 我非常遗憾 过去好龙斌时期告诉我说 吴议员 中信金可以从45公尺的高度 换到85公尺的建筑高度的奖励 一定有白纸黑字 一定有契约书 可是我翻遍了 没有 就只有这一张 而这一张写得很清楚 这栋大楼提供中国信托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关系企业之办公空间 设计目标的第二点 中信金必须提供一个 可容纳1200人集会堂间演艺厅 供市民使用 第三 借由所提供的开放空间 及集会间演艺厅 造成市府中心 对不起 造成市政中心厅的优美都市景观 并建立该公司的企业形象 就是这一张 只有这一张 也就是说 中信金可以获得 信义计划区最高的 有史以来过去最高的建筑高度 他们讲得很清楚 必须提供1200人的展演空间 然后中信金也可以用此去 去打造他的企业形象 就是这一张 局长 适者一役 未来 您所主导的 很多可能需要跟民间开发商 合作的案例 可能有很多类似提供一个艺文空间 文化空间 甚至是公共住宅的 一个 回馈跟奖励的关系 是不是不要再像以前这样 没有清楚的契约跟白纸黑字 只有这一张图 就只有这张图 然后中信金得来 奥工 当初那个没有建筑奖励 他可以继续在那边骗人家 说我们盖这个 先舞台 跟我的建筑高度 没有关系 因为没有契约 您懂我意思吗 您同意未来 继续用中朝帅的方式 来跟所有的企业合作吗 我回应一个事情 真相只有一个 中信金没有因为提供这个演艺厅 而得到多余的荣基 他没有荣基奖励 但有建筑高度的奖励 没有错吧 建筑高度 他不叫奖励 他叫做 后来整个信仪计划 就是建筑全部提高了 他是第一栋开始的 但他那一年 他可以获得这样 是前所未有的 他不是一种奖励吗 局长 我对你很失望 我同意没有荣基 实质的荣基奖励 但这就是一个对价 我因为offer了 你这个文化空间 我可以突破限高 在那个时候 然后我也可以 获得该公司的企业形象 白纸黑字 他有没有获得credit 中信金难道没有吗 但是那不叫奖励 林局长 高度不叫奖励啊 高度不叫奖励啊 局长 第一个 那我们这样就好好算清楚吧 好可以 那你以后认为 我们跟所有的企业合作开发 是不是你最少答应我 不应该是这样一张草率的纸 而没有任何文字的契约签订吧 如果换取更多的荣基奖励 应该非常清楚的 有规范的法律行为的契约文件 对不对 但是文艺员他没有得到荣基奖励 我要谈的是这样子 你问我一百次 荣基奖励好 我们往后谈 但是你承诺我 以后不是这种东西 让我们追得很辛苦 好下一页 在好市府时期的作为 你们通过了都市计划的手段 有blah blah blah 也就是说未来中信金 如果有新买主要重新改建 要维持原位子 原机能 原规模 然后保存方式 要经由文字委员会审查之后 才能够发建照 然后该展演空间 得不计入容积楼地板面积 我都同意 我都同意 好下一页 而在好市府时期的文资审议手段 也做成决议 把它登陆为文化景观 所以未来新舞台的基地 必须维持原表演空间的机能 若有变更 也需要送文资委员会审议 我也同意 虽然文资的手段 有没有过当 见仁见智 但是我为了保存新舞台 我同意这个做法 下一页 也因此好市长的任内 张金二副市长的任内 2013年10月18号 公告了新一计划区的系部计划 第三次通盘检讨里头 很清楚的针对上面的 都记手段跟文资手段 很清楚的公告内容 非常清晰的告知公民 也告知中信经他必须履行的一些权利跟义务关系 下一页 但是到柯文哲上任以后 都市计划手段 我认为节节败退 我认为器械投降 我认为太多的让步 我认为太多为中信经解套的地方 譬如 很清楚载明 他不限原位置 我某种程度同意 他必须在高层 他可能盖在六楼十楼 我同意 但是最少 你帮他写得很清楚 不限于原位置 替他设想好好 第二个 未来要达成跟市府达成共事签订协议书 好 这个我没有意见 第三个 不进入楼 容积楼地板面积 这跟郝龙斌一样 好 我也同意 但是最后一项非常可疑 重建新舞台展演空间的必要设备及所需经费 得经见价 后来核算 核算给他等值的容积 这是一个新生事物 这是一个新的奖励 这是一个新的给中信经的方便 郝龙斌时期没有 在林周明的手上 有了这一条 下一页 宿院会更是节节败退 撤销了文化警官的身份 你局长要补救 我就等他的作为 下一页 所以反映在你们最新公告 五月十二号的新议计划区 第三次通盘检讨的新公告里头 就把宁卫中信经的让步棄手 给他更多的方便 都公告了 我就跟你讲一条就好 为什么新买家 他在重建这个艺文展演空间的时候 不计融机 我同意 我支持 但是为什么他投入的软硬体的经费 你还可以让他核算 等值的融机 加给他 灌给他 在同样一个基地里 林局长 这不叫融机奖励 什么叫融机奖励 我不跟你提之前的建筑奖励那件事 我的看法跟你大不同 但是就这一点 这就是一个不折不扣 为中信经解套 给他更多好处的融机奖励 为什么有这个东西 林局长 郝龙斌的时期 没有 林青蓉主导 林周明 没一件 就有这个东西 你说明给我听 这个是都委会的决定 早在都委会之前 我们的林副市长 在他的脸书 就有类似的很多的言论 所以都委会的意见 你没有意见吗 林局长 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未来的新买家 新买家 新买家你可以再灌融机给他 适者一矣 过去的建筑奖励 你看不看他是个奖励 我不跟你讨论了 这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融机奖励吗 为什么对中信经这么好 为什么替中信经 未来的新买家 这么仁慈 你可以回答吗 所以你回答我是都省会的意见 你不知道 你没意见 你没看法 第一个在都省会 我不发表意见 我是个报告人 好那你现在评论一下 那我回应您的问题 好你先看下一页 下一页 我跟你比较出来 好龙斌 面对新舞台的保存 面对中信经 这个财团 这个企业 都比柯文哲 硬得多 都比柯文哲 更汗守公共利益 我非常遗憾 我不解 所以我今天要提出 我的质疑 然后林局长告诉我 都省会都委会的意见 你不方便提供 是这样吗 过去很多的都委会 我们都心知肚明 有多少的政治的 不要讲主导 有多少政治政策上 必须请这些 都市计划委员来 协助我们 达到一个公益性的 一个实践 我真的不懂 处处为中信经解套 下一页 最后给您一并回复 下一页 来下一页 我说林副市长角色可以 如果就林周明 都发局长 你认为你不宜 在都委会里头 做一个主导性的角色 好我也尊重你 但为什么一个 副市长 他就可以堂而皇之的 去主导 整个中信经的 后续处理的一个方向呢 您知道吗 大家都说林青荣副市长 是不折不扣的开发派 林青荣副市长 在今年的2月16号 远在我们夙愿会 撤销文化警官之前 也远在我们都委会讨论本案之前 他就已经在他的脸书里头 写的很多他对于中信经的 保存新舞台的看法 我就指其中一点 他说 为了解决中国信托所称 因新舞台文化警官指定 造成未来投资计划 产生不确定性 后续都发局及文化局 就应该以该基地 未来的新兴舞台展演空间的 重建准则 及经营方针 都市计划准则 及财团法人经营 基金会经营等等 的指导原则 都要能够讨论清楚 以利于中信经可以顺利招标 找到新买主 以利于中信经 可以减少他不确定性的风险 这是我们的副市长 在我们都委会还没讨论 文资委员会 苏院会是不是要撤销 他就已经很清楚的公开说 他对于中信经 新舞台这件事情 他的看法 政策指导就在这里 这就是铁证 林局长我不知道 挡不挡得住 但我还是坚信 你是一个捍卫真文化的代言人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过大 替中信经解套 替中信经设想 而把公共利益放在哪里 下一页 柯P新政 第一步骤 解除文资的紧箍咒 然后再给予二次的荣基奖励 就等于为中信经解套 让他可以顺利的买卖这个土地 让他可以获利一百亿以上 林局长我很痛心 在柯P的手上 我看到新舞台是这样被践踏 我一开始告诉你 不要以一个十八年的建筑物来看这栋 展演空间 2015年他今年一百岁 在新舞台一百岁的这一年 柯文就市长任内 我们没有办法让新舞台在原地庆祝他的百岁生日 而是选择让他熄灯 让他关门 让他未来很方便的被财团买卖 我真的很愤怒 我们珍贵的新舞台 不得改变 不管他是不是原址保留 他可能在未来的基地的第十楼 第十五楼 我都已经退让到这种程度了 但是原地重建 作为展演空间 这个原则不能改变 第二 文资手段跟都市计划手段 双轨并行 缺一不可 我们才有对于这个珍贵的文化财 有很强大的双重保护的机制 最后一个 我要求林局长 林局长 检讨二次奖励的机制 不准再给他这样的一个荣期奖励 杜绝财团的狮子大开口 我在这里讲这么多 您显然很多状况 您需要思考 针对我的要求 其实非常合理 也非常卑微 林局长 你可以同意 我的方向 努力去促成吗 可不可以回到前面两张 我已经讲到最后了 你要哪一张 你要回到两张 我要回应 前面拿两张 下一张 第一个 其实第一跟第二 是尚未发生的 所以我们今天先不讨论 那我预测可能发生 你再不硬起来 就会发生了 你知道中兴经线 buyer买家很多 大家都看准 要出手了 我们再跟时间赛跑 现在是一个空张情 而且现在是在公展 到最后还会再回到都委会 第三个 新舞台化为乌有 其实是这样 我刚刚从异作的说法 我认为 你也同意可以 不见得要在一楼 可以在天上 我已经退步到可以这样同意了 好 那我就 让步到这样的 好 所以 我要说一件事情 也许你不喜欢听 但我还是要讲 我不喜欢听最好不要讲 好 新舞台 其实原来是在这个城市的另外一边 它的形式是另外一个形式 然后十八年以后 来到这个城市的 为什么你是说从大稻城改到这里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不起 就是因为它到信义计划区 台北市政府给它四十五公尺到八十五公尺 因为我们信义计划区需要一个中规模的展演空间 这是一个对价关系 所以它必须在这里继续存在 对 我知道 未来会有啊 就是还在原地 好 那另外我要讲的是说 来 我可以回到我最后那一张吗 你就同意我 原地重建 这没有问题吗 我跟你一致 现在也是这样写的啊 好 不要变不见 你会用都市计划去卡住它 OK 二次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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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再给它 公展 二次奖励 你要不要再给它 林局长合理吗 不是我 这是我们 我要讲的 这是二次公展之后 自然有都委会 这是市政府的政策指导 这是市政府决定要再给它这样的荣基奖励 你让我把它讲完 因为现在 其实明天就有文字会要讨论这个事情 还包含形势的问题 那我其实也不知道形势 要不要回到当年的形势 还是十九年以前的形势 我自己觉得形势又是另外一个议题 总的来说 明天会有一个文字审议委员会 好 你是独发局长 你不是文化局长 林局长 我只劳烦您 原地重建 在信义计划区A7这个阶阔 一定要保有一个中习次等同于过去一届两百席的一文展演空间 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是的 第二个你回去检讨二次的荣基奖励 不合理就是不合理 你想办法说服我 好 文卫检讨 我会好好跟你探讨这个问题 我今天给您的很多information 您好好思考 我也建议你跟林青蓉副市长好好讨论 文化界的人睁大眼睛在盯着他这个开发派的副市长 我希望我们都是建筑的爱好者 林局长 我希望继续保有您对于捍卫真文化的这份真诚的一份尊重 我们一起努力 好 时间暂停 好 谢谢观看